大家好,今天还有时间,刚才看了一篇文章,腾讯网6月22号发,发在网上一篇文章,标题是什么,孙杨赢了,游泳生涯尚未结束,三年后解禁才32岁,能参加巴黎奥运会。 我的结论呢,就是腾讯网纯粹是丧事喜办,我可以完全的保证,孙杨输了,而且是二次羞辱,游泳生涯彻底结束,根本参加不了巴黎奥运会。 我为什么这么说,孙杨的运动生涯已经彻底结束呢? 第一个是,政策不允许,第二个是,三年后,孙杨本人的实力不允许,咱们先说政策。 2021年3月底,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更新了反兴奋剂管理办法,里面明确规定,因为兴奋剂违规被禁赛一年以上的运动员和辅助人员,不得以任何身份入选国家队。 也就是说,到了2024年5月,禁赛期到了,国家队的大门也永久对孙杨关闭了,退一步加,就算是中国游泳,这个国家队破裂,让孙杨加入国家队。 那时孙杨已经34岁了,对于一名游泳运动员来说,34岁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? 不仅仅是对游泳,这个运动项目,对其他的运动项目,34岁已经是高龄,而且是超高龄。 有一个例外,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夺得男子50米自由泳冠军的,那个叫安东尼,我记得好像是叫什么样的,那时候他35岁。 6月22日,就是在瑞省,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宣布,对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判处4年3个月,总共加起来51个月的禁赛。 禁赛期呢,从2020年的2月28号起,就说,这个禁赛51个月,4年0,3个月怎么还离90有整呢? 为什么呢?因为这个判罚采用的是2021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新规定。 在新规定中,对于兴奋剂出发有这样一条,运动员二次违规,要在第二次禁赛期,加上第一次禁赛期。 这代表,这四年代表呢,是对孙杨第二次违规的出发。 那么那个,他不是四年零三个月吗? 那三个月代表的是,对孙杨2014年误用,误服禁用药的追加处罚。 看似是从禁赛8年,减到了四年零三个月。 但是呢,这次追加处罚,实际上是定性的孙杨,等于是第二次违规,新账老账一起算,等于是对孙杨进行的二次羞辱。 我不想再重复孙杨整个这个一次庭审,二次庭审,又是新闻发布会,又是庭审,直播,这个整个全过程,大家可以Google一下。 我现在就是想,就是说一下呢,就是孙杨这个事件当中的,他有很多就是这个逻辑是谬误。 第一个呢,当然这些都是孙杨的粉丝啊,小粉红啊,这些个宣传机构啊,包括这个国人啊,就他们自己的就是这种想法。 我挑出来有几个代表性,给大家讲一讲。 第一个呢,这个反兴奋,就是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呢,就是简称W,WADA。 第一个说法是什么呢,WADA是外国人,本来就偏向外国人。 之前也被报过黑历史,这件事儿一定是他们有问题,想要陷害。 第二个,咱们国,就是这些粉丝,小粉红们呢,五盟们呢,就说什么。 当然啊,不能忽视孙杨有一个很好的猪队友,就是他老娘。 孙杨对兴奋剂非常严谨,十几年没吃过猪肉。 第三个说法呢,也就是神逻辑呢,就是澳大利亚对过去两年,被查出来五十多次兴奋剂违规。 霍顿能没嗑药吗? 第四个,这个小粉红粉丝们的逻辑是什么呢,这个也是个比较典型的。 孙杨是中国优秀运动员,你抹黑他不就是抹黑中国吗? 然后呢,就是粉丝,以粉丝为代表的。 现在群朝孙杨和当年网报刘翔一样,估计键盘匣都没换吧? 还有一种说法,孙杨这次输了官司,是因为律师能力太差。 还有一种呢,就是说,没有证据显示孙杨嗑药,因此孙杨一定没有嗑药。 这都是咱们国人的神逻辑。 孙杨这件事呢,大家其实一直在争论的,一个点是什么呢? 就是一个程序正义,还是结果正义。 所谓结果正义呢,只要是孙杨没有嗑药,他就不应该受到处犯了。 那么程序正义呢,就是只要中间程序不对,无论你有没有嗑药,都是按嗑药来处理。 毫无疑问,这次孙杨的确是违背了相关程序,理应受到处罚。 我就是希望什么,就是刚才提就是这些小粉红啊,粉丝们啊,就是说,独立思考,不要被所谓的什么情绪啊,爱国啊,什么绑架。 收集证据,靠事实,而不是靠这种道听途说去做判断。 就是培养自己的批判性的思维能力,就是能够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,这样不好吗? 好吧,今天就到这了,好,谢谢啊。